詞曲 李宗盛龍 老師 他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人 因為這幾場活動下來 很多都是連續都有參加我們活動的朋友 我們問一下 就是銀間是第一次來參加加爾克里廣場 請舉個手讓我們知道一下 好 我們老朋友歡迎新朋友來補導 謝謝 我覺得第一次來就做到VIP 不錯 我們安排座位完全沒有任何的內部 所以不是因為他們今天第一次來對拍 OK 好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今天的講師跟今天的活動 陳破龍老師他雖然是一個中學老師 可是我之前介紹過很多次 你們應該知道我們在台灣 非常熱衷科普活動的主力 其實都來自於中學老師 因為我們大學教授 怎麼樣 好 我們有我們的困境 中學老師不是沒有困境 他們的困境其實也不比我們難 你們知道那個教改一直改來改去 老師也無所事從 可是我們很熟的這一群老師 其實有一個理念 這個理念是 你看喔 其實不能把這個 一把出來小朋友都不會聽我講 好 沒事沒事 就是我們有一個理念 就是我們覺得你學科學一定要動手做 所以為了推行這個理念 其實陳老師他你自己說上禮拜跑的情場 他是全國跑喔 不是說只有在台南 陳老師有學校在台南 他不是只有人在台南 他附近就辦辦活動 你自己學校裡辦辦活動 不是 待會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陳老師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他去七美 七美還不是說你到澎湖就可以 你要再坐小飛機到領導 到澎湖的領導中的領導 所以他其實是要花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 比如說我們大學教授 我就在學校裡講個演講 一個重點費 我就用跑來跑去 給你想想看 你要花很長的時間 花兩三天的時間 然後到一個偏鄉中的偏鄉的學校去服務 這個如果沒有一定的教育熱誠 大家很難支持下去 那陳老師現在全國這樣跑 絕對超過百場 我覺得這個是比估的 我們看一下 四百場 我看幾 四嘛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比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應該很羨慕我們兩個人的手 這是平常朱老師也沒這麼花俏 剛才沒事戴這麼多戒指 這戒指顯示我的心情 看一下 他上面有寫 說這個你現在是心情很糟 還是你很緊張 還是你現在是很放鬆 看一下 Oh 你是very happy 他是最高等級 very happy 結果我們手上戴的是一個變色的這個戒指 待會兒陳老師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戒指 我覺得剛剛說有指標 這個很沮喪到非常快樂 可以比對一下 好 朱老師現在應該是這場快樂 然後待會兒我想認真聽這個小朋友 應該有機會拿到這個角度吧 好 再來 如果你全場都非常認真的話 最後最後有一個很棒的東西要送給大家 在那邊 看出來那是什麼嗎 棉花糖對不對 好 沒有人能夠抗拒得了棉花糖的誘惑 那前提是什麼 今天的實驗 好 今天陳老師講的事情 你要不要認真聽 今天老師要帶我們上的東西 是圍繞著一個主題 最愛那個主題是電 電 你一念到晚用的電 不管直流電 交流電 然後電的現象 電子感應等等 都是今天的主題 那為什麼電會跟今天的題目 交耳神偷誠扯上關係 交耳是什麼 對 我就是要問這個 我們再講一個你的答案 交耳是什麼 阿齋 馬上送嘉賓 給媽媽 對 沒問題 我幫你媽媽帶 我跟你講 正常人應該不知道什麼是交耳 如果你在座 然後你知道什麼是交耳的話 那我就有點擔心 除非把媽媽你們自己都喝起來了 或者是小朋友 你已經超靈學識了 沒關係 陳老師待會又告訴你 為什麼叫交耳 交耳是某種特殊的耳朵嗎 他會告訴你交耳 交耳是水餃嗎 聽起來還蠻像的 待會老師會告訴你 交耳是什麼 為什麼叫交耳水餃 好不好 那時間就交給我們陳坤龍老師 大家熱情鼓掌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 午安 午安 看到我這充滿了 精神對不對 這個今天是我這個禮拜第五場 還好最後一場 明天可以放假 我禮拜一在七秒 切過來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個沒辦法按滑鼠 很討厭 禮拜一在七秒 你剛剛把他送出去 對對對 很快很快很快 等一下讓我叫出來 好 那 趁各位在進行第一個活動的時候 我再把我的照片拿出來給各位看 那我不允許今天有這麼多媽媽可以拿 所以等一下我特別準備一個 只有媽媽能夠用的實驗 看起來很像我們神秘對不對 你猜是什麼實驗 所以猜對了我們就送獎品 來 今天舉手 我們今天編者就是 你一跳舉手 然後經過我們公正的裁判 來教你的時候 不管你答對答錯都有獎品 答對了有大獎 答錯了有小獎 就總會跳來小獎 好 好 來 那先放下我還沒說搶雜 我說搶雜才能舉手 大獎是什麼 不行 這個是我借人 不能夠爽 反正就有獎 搶雜 這個眉眉就換 這個 紅色衣服的眉眉 來 跟店有關的時間 我剛剛問什麼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時差的關係嗎 跟店有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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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會有性別偏見 不要玩笑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都好意思 讓你回味一下同學的樂趣 看看這個東西的舉手 什麼東西喔 這個東西 我示範一下 好大聲音 是不是因為我帶麥克風的關係 不行 我關起來 幫你比較一下 是不是因為我帶麥克風的關係 麥克風不能掉了 再聽一次聲音 過一聲聲 你也受不了 做第一盤 做第一盤 最好的 做第一盤 第一盤幸運人士 答對了 幸運人士 好 那現在每位大朋友小朋友 都發給他們一次 來 不夠的話這邊還有 不好意思啊 不讓你選顏色 選顏色選完 已經下手了 難怪我吹得比我大聲的 我手上戒指讓你跳 盡量吹盡量吹 所以等一下 這個教室會被投訴我 我要先把耳朵拂起 我先把拔已經受不了 想要趕快可以了 先打 先打 好啦 可以了 拿到我就先吹 你會發現你推不出聲音的人 是不是 老師我知道 你給我的那一支是壞的 那支沒得以拆 那一支是壞的 不可能 不可能正常做的 都壞的 對不對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我告訴你沒有聲音是正常的 因為這是中國大陸做的 只有我這支是台灣做的 不對 都一樣 都一樣 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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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放泡一下 停往這裡 看往這裡 等下十秒鐘以後 你們一定大家都跟我一樣踏手 而且會把這支教室踢開 看我這邊 那我聽到聲音 等下就棄權了 看清楚 因為這裡面有一根 棉花棒 不是挖鼻子的 也不是挖鼻子的 還有棉花棒 然後你要去給它沾水 蛤 不是口水 也可以 去沾你的水 沾越多越好 把它塞住 你不要拔出來 直接倒就好了 直接從那小洞洞倒進去 他滑出來就出來 滑出來就滑出來 進去裡面 進去裡面活啊 進去裡面吸水 吸了越多 聲音越大聲 好不好 可以 外面有水啊 有水啊 好 開始 有水嗎 對有水嗎 沒有水 舉一下手 我們的水 各位在哪一邊 我們現在會準備水 所以大家不要 叫什麼 好 三分鐘嗎 給各位三分鐘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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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有牆壁 我會試試跨跑邊 對 你很厲害 你會確實躲電B出來 來 先收牆 我要搶到 搶到時間來了 請問你 搶到時間來了 等一下吹出聲音的自動器 來 搶到時間 請問你 為什麼沒有沾水吹不出聲音 搶到 你偷舉 你偷醬 我偷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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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到 你偷醬 對 對 那咧 請說 因為那個 因為他 因為他 他軟臉面的時候 比較 比較軟 然後空氣 空氣會直接跑掉 然後 他 只要沾水的時候 空氣會直接跑掉 然後 他只要沾水的時候 空氣會不會跑掉 好 基本上他已經回答出一半的答案 掌聲鼓勵 聽懂他在叫什麼 聽不懂 太空氣 你很可愛 今天只會回答他一句話 聽不懂 不錯 我就喜歡這種誠實的小朋友 剛剛 中小朋友他回答說 如果你不沾水 聲音撞到棉花 會等於撞到隔音場 對不對 會怎麼樣 空氣會跑掉 聲音不會回來 對吧 就像吉他為什麼需要一個大兔子 好厲害 共振 什麼叫共振 共振就是兩個 比如說我們兩個人甩繩子 我這邊甩他他們也甩 如果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講好 我甩他也甩 是不是最後會亂七八糟 可是我們兩個人如果同步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繩子會變得好高 對不對 那個叫共振 他的頻率一樣 他就加起來 所以你一旦沒有沾水 聲音是不是沒辦法回彈 沒辦法回彈 沒辦法加起來 對不對 沒辦法加起來 聲音就不會大聲 對吧 不要講專用的名詞 專用的名詞是 大學教授在講的 我們就不要講專用的名詞 既然講百花文就好 OK 所以今天第一個活動 很簡單 讓你知道海綿飽和溜溜的 看過那一集沒有 看過那集哦 看過 看過 趕快回去看 看一下 回去Google一下海綿飽泡的溜溜的 它是我看過的海綿飽泡所有的演集裡面最好看的 其中一集 你也會很欣賞 他一句話 我看過海綿飽 說我看過那個 真的嗎 等於我放給你看 我剛剛教除了 海綿飽泡在兩分三十六秒的時候 我去年輕時的起金都記得 他講了一句經典名言 你不要認為海綿寶寶,爸爸媽媽現在不要認為海綿寶寶是無厘頭的 他講了一句話,我現在還記得你怎麼說呢? 吹哩溜底,不光只是吹哩溜底,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哇,海綿寶寶會講出這種有哲理的話出來,不小心你回去看 兩分三十六秒來那個時間點,他會講出這句字裡名言 講得比羅素還好,羅素是有哲學家 真的啊,你看我們剛剛就從這個烈肉底裡面去體會到多少了 好玩的,你的童年還有一些科學的知識在裡面,對 OK啦齁